這個就是一個 第二個我就想講講 習近平現在那個權力是進一步呈現一些下降的趨勢 比如什麼呢?首先你從人事佈局那裡來看 就是最近前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是平調去廣播電視局做副局長 表面上來看那個職級是沒有變的 但是你由一個很有實權的大部主要部的副部長 調去做一個廣電局 不是說那個重要性 遠遠沒有外交部那麼重要的一個副局長 立即來說是沒有變的 但是很明顯就是從一個重要的崗位 去到一個頭閒置省的崗位 那麼這個內部副局長的調動呢 本身來說呢 可以說是習近平親俄羅斯政策的一個失敗 就是說習近平親俄羅斯政策呢 現在應該是在黨內受到很大的反彈 才會積累到足夠的力量呢 將這個樂玉成是調走 因為習近平親俄羅斯政策在外交部裡面呢 它是算是僅次於王毅的一個部長 就是它是權力是僅次於王毅 而且呢 是這個親俄政策的主要的這個趨谷者 它最出名的言論就是說 中俄友誼是沒有終點 似有加油站 就是講到這麼什麼 因為它本身是攻讀這個俄語 是出身的 長期做這個對俄的外交 那麼好了 它被鄧東菇 本身就說明習近平那個權力是有所下降 不但它親俄政策受到挑戰 而且它所任用的親俄政策的制定者被貶職 這個很明顯就是對習近平權力下降的一個很明顯的證據 特別是 駱惟成在這個調動的過程之中 你是看到習近平是曾經反撲的 何以見得呢 因為最早宣佈這個駱惟成這個調職的時候呢 廣電局的網站已經將它列入了 同時呢 外交部呢 已經除了它的名字 但是呢 過了沒有幾天之後呢 突然間呢 廣電部的網站呢 又沒有了這個駱惟成的名字 而外交部的網站呢 又有了駱惟成的名字 而外交部的網站呢 又有了駱惟成的名字 在這裏 那麽大的烏弄為什麼會出現呢 我相信這就是和習近平呢 是富裕橫抗 有關 因為你這樣調掉 因為你這樣調掉駱惟成呢 第一 說明你親俄政策受到挑戰 第二 說明你這個 失去了這個外交部的人事權 所以呢 當時來說呢 就是很明顯就是習近平呢 是富裕橫抗 結果呢 兩天之後呢 廣電局的領導名單裡面呢 就沒有了駱惟成的名字 駱惟成的名字呢 就回到外交部的那個網頁那裡 繼續做外交部副部長 那就是已經是 就出現了反覆了 就是說呢 習近平成功地迫使駱惟成呢 是回到外交部的 那但是呢 到最後 好像是昨天還是什麼 國務院頒布正式的任命令 駱惟成 又再回到廣電局做副局長 外交部的網站呢 也都除了它的名字 那這件事情呢 這些人事變動呢 就不是開玩笑的 在中共來說 是吧 你之前做了一個宣示 之後又扭轉了宣示 總之就說明 第一個決定調掉駱惟成呢 就說明習近平失去了 第二個 駱惟成回到外交部呢 就說明 習近平希望扭轉這種頹勢 第三步 駱惟成最終都是離開外交部 就說明 而習近平的反撲無效 繼續按照這個集體的意思呢 就調走駱惟成 那這個呢 從駱惟成的這個調動 中間經歷了這麼 這麼曲折的過程呢 你看到就是說 反習的力量呢 已經是相當之強大了 第二個人士可以看出他的狀況 權力狀況呢 就是陳全國 新疆那個黨委書記 陳全國呢 就是 勃心勃命的執行這個習近平這個 將榮爾族人呢 百萬計的榮爾族人 投入集中營的一個行將來的 自從集中營的新聞曝光之後呢 最重要的就是國際調查記者呢 是獲得大量的中共的內部文件 證明那個集中營呢 完全是習近平的設計 像疫情一樣 他親自領導 親自部署 那在新疆 全心全力執行習近平這個鎮壓維吾爾人的陳全國呢 在美國的強大壓力底下呢 就宣佈離職 離職呢 就當時留了一條尾巴 叫做另有任用 那當時大家都說 咦 陳全國離職 不再任這個新疆黨委書記 另有任用 那實在是擲職啦 很多人還想著 會不會因為他是習近平死黨 忠實執行習近平的鎮壓 新疆的政策 他一定有得上了 但是現在呢 最新的人士公佈呢 就是陳全國就被調去做了農村 農村政策研究組的組長 那是明顯地貶職 明顯地貶職 說明這個問題呢 當然就說明習近平那個 權力的含金量呢 就大不如前 那所以呢 會不會就是在這些這樣的 習近平有見於自己的權力 正面臨大幅被這個削弱的情況下 動念起以軍隊來鎮壓這個反對派的念頭呢 從而呢 是推出那個非戰爭 軍事行動 那我覺得呢 都是有可能的 那好了 那我們從人事報局去看到他的權力繼續下降啦 從政策上來看 我們看到呢 現在清零政策 無影無蹤 最好笑的就是 當李克強召開了十萬幹部會議之後 整個清零政策基本上就已經是歸零了 但是呢 這個時候呢 習近平很明顯他還不服輸 他走去西部戰區 繼續說要堅定執行這個清零政策 但是 他很不服氣 他的清零政策 他親自領導 親自部署的防疫措施呢 就是被李克強是否決了 所以他憤憤不平 走去西部戰區 藉著在西部戰區那個軍事陣地呢 再度發出清零的號召 但是很可惜 他的號召已經忘聽了 除了《人民日報》登了他說要繼續清零之外呢 基本上在內地呢 是見不到 再見不到有人再提清零了 為什麼呢 基本上沒有錢啊 現在 李克強在十萬幹部會議上面講得很清楚 中央現在的錢呢 是僅僅足夠應對這個突發的突大的天災 叫你各地呢 你自己去想好你的經濟來源 不要再問中央了 在這種情況下 你還哪有這種清零經費呢 所以基本上 就是這個習近平在西部戰區發出繼續清零的號召之後呢 根本就沒有人聽 所以從這個角度 從這個角度看到他的政策 在政策層面上也看到他的失勢 最好笑的就是說 上海將清零造成的各種社會矛盾呢 這個責任呢 是推給基層 就是我們知道在中國大陸 一個這麼極端的政策 封城 封小區 然後一有一個陽性的 就全部 整個小區幾百人都移 移走去很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去隔離 這些嚴厲的政策 你沒有上面的命令 你有不可能做得到呢 我們看到 當這個做一陣子 習近平發出這個清零的號召之後呢 上海他的那個心腹李強 接著召開這個部署 然後說到清零是軍令狀 要打好保衛大上海的這場戰役 然後就要各級推行隔離的政策等等 好了 這全部都是由你中央一級 去到上海一級 然後上海就指示下面區院一級 層層是壓下去做的嘛 那現在呢 竟然說呢 當這個清零政策受到這個挑戰之後呢 當上海的那些清零措施 做到加這個天路人怨 甚至乎有人呢 是跳樓 有人在家裡餓死之後呢 突然間市委發文件 說清零政策 這種極端的清零政策 全部都是基層搞出來的 不是政府的責任 為什麼會出現一個推卸責任 把責任推到基層呢? 很明顯 重點一點就是說 上面的人 執行了習近平政策的人 不敢去背鑊 所以就把那個責任推到基層 說基層做得過火 但是如果 如果習近平還是大權在握的話 這些上面的這些狗官 必然會向他邀功 你看我上海清零了幾有效 必然是邀功 唯恐不及 為什麼會推卸責任呢? 就說明 大家都看到 這個清零政策是歸零了 真的 習近平一個共認為自己 封工位置的清零政策 現在變成一個敗筆 變成下面的人都不願意出來挺你 那你是不是說明 習近平的權力呢? 出現嚴重的下降 為什麼看習近平和普京的電話的會議 好像兩方面的表述都不是幾一字呢? 幾天前 普京打電話給習近平 應該來說 這個是普京主動的 因為呢 中共過去這些電話會議呢 往往都會講明 習近平是認約 但是這次好像沒有用這個字 會不會被主動呢? 現在很多人的分析就是 應該就是普京主動 因為6月19號 是吧? 6月十幾號 是習近平的生日 過往來說呢 普京就在生日那一刻打電話來 和他祝賀生日 所以呢 大家的分析就是 一次的通話呢 其實都是普京打電話來 有向他祝賀生日 然後順便談一些國際問題 但是 奇怪的就是過去 普京祝賀習近平生日呢 就中國報紙有報導 這次呢 就完全沒有報導 那當然到底是不是一定是祝賀呢?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因為俄羅斯方面的報導呢 都沒有祝賀的內容 我們只是憑過去幾年來 習近平生日那天呢 普京都會打電話來祝賀 就是這樣來判斷這次可能都是祝賀 但是祝賀 而中國就是不報導 那就是說明呢 中共現在呢 也都想 就是不想給外界一個印象呢 是和俄羅斯走得太近 那另外一個跡象顯示出 他不是不想走得太近呢 就是說在兩個人那個 雙方的發表的公佈之中呢 習近平只是提一些原則性的東西 比如說支持 支持大家 就是俄羅斯和烏克蘭 以這個什麼 互相尊重主權 領土 原政等等 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一些很原則性的東西 但是俄羅斯方面發表的公佈呢 就具體很多了 從它公佈裡面呢 看到呢 是雙方談到很多 就是這個經濟援助 技術援助 甚至乎軍事上怎樣援助都探討過 所以兩個領導人會談後 雙方的報導有這麼大的差異呢 我就覺得呢 是習近平 或者是習近平被迫放下那個親俄 太過親俄那個形象 否則呢 它就會招來西方的全面的禁制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策略 就是你不可以相信它是會放棄支持俄羅斯 它只不過是想避開西方制裁的蜂蜂 從而調整它的在外交上它的延遲 使得不要被西方抓住 說它是支持俄羅斯 但是從俄羅斯公佈的內容來看呢 它就正正是要告訴西方 你看 中共也在支持我的 我不怕的 所以大家的處理方式大不相同 但是我會覺得呢 中共調整對俄的親密程度 只是表面上是這樣做 目的就是為了不想招來西方制裁 實質又如何呢 實質呢 繼續和俄羅斯進行軍事合作 最具體的例子就是說 當四方會談 就是美國 日本 澳洲 印度 這個組織在日本舉行會談的時候 中共和俄羅斯的軍機就飛越日本海上空 當然它說這是這種軍事演習呢 聯合軍事演習 但是呢 每年一次呢 多數都是在年底 前兩年都是在年底的 這次呢 就是在年中 其實呢 就是針對那個 那個四方會談的目的是很明確的 拜登剛剛在東京舉行這個四方會談 我就派軍機 呼嘯如過你日本海 向你示威 所以你看到呢 就是實質上 都還是 中俄都是 都還是畢畢畢的 就是 大家都是互相互撐對方的 所以 我看不到 雖然說現在西方說有跡象中共放鬆了 這個 改變了親俄的立場 但是我覺得呢 只要習近平在台上還有一天的時候呢 都看不到這個 偏離 偏離這個俄羅斯的跡象 因為始終它認為 它跟俄羅斯合作呢 才能去頂得住這個美國 才是可以方便它去對台動武 在大陸的中心中 像這個俄羅斯的跡象 在大陸的中心中 也會有一點點 但是 可能就是 跟俄羅斯的跡象 如果會有一點點 等於 出現了 所以 再往一旁就看一邊 就把這個俄羅斯的跡象 然後 把這個俄羅斯的跡象 都看得到 相當的一邊 在發照呢 偏離這個俄羅斯的跡象 要看一邊 都看不下去 並不下去 也會有一點點 感谢观看